有人死掉的地方 一個一個這些便經 這棟子也是這樣 那些人 你知道嗎 怎麼你知道 從一桌的日子 一個舊頭到它撞過了 掃過去了 阿嬤、老婆、什麼人 那些舊頭都看了什麼 後來 你看這種苦沙整個天井 你們看過 九二一地震或者是 赫柏在變土石流 塞埋、屍體挖出來 你們看到樣子沒有 有誰看過 OK 那個屍體什麼色的 紫色喔 然後 那個屍體有透過 黑色的啊 那個 你溺死的 跟那個土石流淹死的 那個不一樣啊 非常痛苦啊 阿嬤、地獄啊 我有一個朋友 叫做 來這裡陳希明 水里相攻守的 開垃圾車的 以前 他胎量非常漂亮 小孩子都很可愛 對我們很好 在投資還是納利 整個下來 他家就五個人 就不見了 你們知道嗎 挖了一個禮拜 阿嬤、他媽媽 挖到了 屍體、小孩子 屍體挖到了 他們夫妻兩個都找不到 半年後 在彰化王宮外海 找到他太太的屍孩 一年後才找到 那個朋友的頭蓋 頭蓋骨跟脊椎 在基隆外海 靠DNA鑑定才知道 我真的 我不曉得講過多少次了 我到現在 還不相信他已經死了 那些構成啊 我就看到這個圖 我就想起那個屍體 那個整個全身是黑的 你看到了 大概時間還不夠長 所以還沒有變黑 已經變紫而已 因為在壓力之下 這些微血管都破壞 所以整個皮膚看起來就黑色 最後就變黑色了 然後 碰骨道 整個舌頭都吐出來 那臨死是很慘的狀態 就是這種 滴滴的狀態 那一家家家過的 幾家家家 怎麼這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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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我來幫你調查 這個我們 明天再來談 土地倫理的時候 我在講這個故事 讓你理解到說 怎麼形成我們的文化 這是從另外一邊看 那個像台灣的卡裡來造型的 你看這些災變 從1990之後 整個天地大反呼啊 然後這個 這個 河流 隨時會產生 會跟你 欸你要知道 八八災變你們不是看到過之前那一次 河流在東台灣資本那裡有沒有 那一棟 哇 典型畫面就掉下來對不對 那個本來就很自然 因為那裡原來就是河流的家耶 像剛才講紅葉災變 那個都是河川型水地 那為什麼 很多地方原住民的村莊 會設在那樣的危險的地方 這個東西啊 河慕國小也是其中之一啦 河慕國小早在開發新東京的時候 就已經填高十幾公尺 就已經撤銷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台灣啊 每一次掙錢大轉 新來的掙錢 他要取得新的土地 國民黨正前過來的時候 被台灣採取的是實施什麼 三七五捡株 庚澤有其田 所謂土地改革 他改革的是農村 都市有沒有改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的長產等等 基本上是生在這個都市這個系統 但是他就是改革農村嘛 這個最早在講的像夏宇九 像什麼他們那個以前 這個台灣城鄉研究所 有沒有在台大那一票 在檢討這個台灣的土地 利用的總構成的最早階段 就是在討論這些東西嘛 那個你現在過來 新政典過來 他必須要開發 先從舊地主手中取得土地 第二個就是新開發 新開發採取什麼呢 山坡地超限利用 不斷地往山上發展 日本時代有一大堆 叫做不要純治林野地 到國民黨政權叫做什麼 叫做邊際土地利用 然後呢 接著河川捷灣起直 山坡地大勢開發 不應該開的地方拼命開 然後把河流原來河流的家 畫一條線 這叫河川治理線 原來五百公尺的寬度 把它縮小成為五十公尺到一百公尺 提防建起來 你看 哇 增加多少面積的土地 河流結彎起直 你要知道 任何一條河流 它為什麼需要那麼大的行水器 這是幾百年來 幾千年來 幾萬年來 隨著水量調整 不同氣候變遷之下 它所必須涵養出來的 原本的安全的容納量在哪裡 你今天把河流能夠 走的地方 全部霸占掉 結果呢 突然一次來一次五十年的大水災 一百年的什麼 五百年難見的亂死 胡說八道 有一個水災以後 竟然啊 水利署可以提供給李登輝總統講說 這是五百年來最大的水災 五百年就是水痘紀錄的啊 信口開河到這個程度 莫名其妙嘛 但是呢你看看喔 它原來的 就是說 李登輝的本來的地方 你們去看看 臺北市在沿水的地方 那些很多地方 本來就是河流的地方 所以我說你們要在這裡蓋房子可以 你要賣也可以 但是呢 你事先要講清楚 順便賣房子的時候送給人家一艘船 總有一天用得炸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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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到了國民黨時期啊 他要控制原住民武器 跟日本時代實施一個紀錄的管理 把山上的族群全部收工 過起來集中管理 這個叫做什麼啊 有一個集團移住 集團 移到 他 他能夠管控的地點 工黨實施這樣子的政策 從日本時代繼續下來 那把這些原住民牽下來 沒有土地了怎麼辦 就給人家放在 紅葉村就是放在 行水器 我在整個一個調查 才知道說 哇靠 誰核准他 這裡是合法的地方 一看 一切都合法 為什麼 反正 以前呢 我有把你當人看耶 聽不懂 聽得懂 管他嘛 然後呢 你要看看 只要災難過後 搶救的多少金會下去 當年 沒有了 再繼續 再用錢 再用錢 各位 台灣發債 不應該花的錢 其實那個 只是透過工程的手法 讓特定的錢 事 集團 不斷地破壁 那這些呢 那 再看下去 你看工程過後 各式各樣 然後我曾經有一個工程 筆石 在這裡做一個範調 裡面有寫的 不仔細講 那個筆石溪啊 就叫這裡 這就是現場的那個筆石橋那個地方的一個分塌地 那個洪水原來的河道現在不走了走過來 就整個這樣刮下去 然後沖下去 沖下去 道路死掉 為什麼 因為 沿有的河流的地方 都被切割成為農地 就被占為公路 那所以水流下來了 找不到 應該走的地方 就隨便亂竄 哪裡有後 那原來有個彼石橋 原來的設計的行動 那個土石下來就塞在那裡 就填高 然後就轉到再過來 把有房子的地方掃過去 只是這樣 給你看看這個掃過來的狀況 掃過來的狀態 這個就是土石流沖下來 差不多到這裡多高 這個後來有整地夠 這個樹木有被撞擊的地方 曾經我訪問到一個人 就看著有一個人就掉在這裡 第二次土石流下來 他再看不見了 那就是那死掉 二十七個人其中之一 本來掉在這裡 就是那個掛掉 然後在那個地方的對面 這個是天然地方 經過多少次的天災地變 都一樣沒有被動 這兩位就是姓松 我就訪問到他們 他親眼看到 這個災難的發生 他家就在土石流沖下來的旁邊 因為是在山的另外一邊 他們沒怎麼樣 但是他家的豬 他家在這裡 那些豬有什麼 你看看 那些豬條裡面 那豬一層 每隻都到這裡而已 在那裡 他說他的豬啊 他的雞啊 什麼啊 都死掉大半了 這是不死的豬 這個地方曾經是有一個兩層樓 這一家好像五口還是七口 不曉得賣農藥還是什麼 就整個都不見了 這裡原來也有一棟房子 西澳房的樣子 這裡也老不見了 就剩下什麼 就剩下這些東西 然後船購水無痕 上面下來的 以前砍花購的森林 的樹頭 樹收的這些滄桑 現在有了新的化石 中華民國政權 貢獻給台灣 新的化石 就是這一類的 什麼樣子 你看看 提很多橋樑 很多建築對不對 然後土石流下來 整個磨啊磨 就磨成一個原型 喔 然後裡面我以為 很多貝殼一看 根本是那個 就是現代的那個 這是原來舊有的 這是舊有的 還是新的 看書上解說好 這個就是原來的貝殼化石 但是現在新的化石是這一類的 你看 這是橋樑的橋樑 然後呢一大堆這些災難之後的呢 那一年一步走啊 這車這麼小一個石頭這麼大 所以就必須要把它打碎啊 關洞啊 塞炸藥 爆破啊 就是這樣打打 然後每一個地方這樣清楚 我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你們看書上做解說好了 三 但是我要知道 有沒有最好的方式 而不是用這種工程 能定聖天的方式 比如說在幾次在片裡面 這一片裡面 為什麼有些地方穩定得住 為什麼有些地方分開 那哪些職務擔任起這樣的功能 那為什麼有些做再好的工程 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民稅道 然後立化工程等等 尤其九二一帝 這裡以後所謂的生態工法有沒有 其實那個東西就換不同政權 不同的人在搶奪資源 總是要發明一種新的名詞啊 那這之間到底有多少人 我們不能一竿子打遍全船 但是真的多少人是站在土地 站在真的是無傷不堅嗎 我們總是希望有 不是說水落石出 而是能夠多一點秉持良心在做事 這些花費多少國家的經費 在做立化的 你看 他們其實只要這個工程 平安公司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們一家一年 台灣用今天自己破路 用選擇在做立化 但是 新天的 天然的狀況 你來看看這種地方 我在做調查 過不去的 我們用望眼鏡 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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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